继续节目时间 新世界元朗低密度住宅津林 最近开始收楼 今天看看一个四房单位 刘书说单位是连平台 不过专家认为平台太小 似露台多些 另外其中一间房的摆位 不太理想 太近厨房和抽油烟机出风位 新世界发展的津林 位于元朗洪顺路 近洪水桥兴铁站 是低密度住宅项目 由11座4层高的物业 和29座养房组成 提供230多个单位 今次看的单位在8座低层 使用面积975呎 四房一套 客饭厅旧阔落 长23尺3寸 阔13尺2寸 面积超过300尺 楼底也够高 有10尺10寸 空间感不错 现时的新楼当中 同样900多尺的单位 部分看下宽敞 有些感觉又小又窄 专家说 这个是与物业的楼高有关 一般来说 低密度住宅的单位 内拢会比较好用 实际上内部空间 就要撇除了这些墙 结构的尺寸 所以相对于 这些低层的密度 低密度和矮的楼宇来说 它结构一般的尺寸 很明显 小很多的 还有它有个 灵活性 可以将一些柱 或者是承力墙 尽量在楼宇的外围 就可以了 在外墙部分 就不需要在室内的间隔墙里面 可能要做一个展力墙 令到内部的间隔 灵活性又可以改动又低了 客饭厅有个平台 不过不够40尺 何个业外以平台来说 好像小了一些 像是露台多一些 设计上 你觉得效果没有大分别 但卖楼就有很大分别 因为在现在的新的 一手楼销售的要求之下 我们露台或工作平台 可以计算入实用面积 但是如果我用一个平台的形式 其实这个平台的面积 就应该要独立画出来 计算出来 又不可以计为一个实用面积 走出露台检查的时候 发现露台门框下面 专场之间 整行漏了脂胶 漏了一条胶胶就少见点了 你说如果外墙炒盘漏了 都说不奇怪 但是这些走出来 漏了就好笑点了 又有一些手工问题是粗心引致 好像厨房门所未安装好 两边都松了 这些拉着拉着 整个柄都被拉脱了 一试水 升盘下面地台去水位的问题就现形 手盆和洗机一起放水 在地台的水路 一些水都走出来 即是我们现在去完切水了 那有可能是它的渠湿湿 这个就要找发展商来检查清楚 否则一边洗菜一边洗衣服 突然放水 就会说厨房地上什么往下 主人房有150呎 有套廁 内边的坐库裬裂了 这里有一些小件的物件 不知为什么 到位座裂都会裂裂了 这些已经要到位座裂裂了 不能保命的 手工和配件出问题 可以撿回換過有得補救 但如果房間擺位不理想就比較麻煩 開始提過單位有四間房 剛才看過主人房在走廊走到尾 其中兩間小房座向和客飯廳一樣 分別都有60呎左右 房和房中間不是主力長 而不夠大的話可以打通來用 這兩間房望出去是附近的村屋群 景觀上算開陽 還有一間房在平面圖可以看到 和廚房比較近 是四間房之中最小的不夠50呎 這裡幸好望大廈天井和外牆的渠館 景觀測試少 最多長期關上窗簾 大窗口和廚房工作平台 以及抽油煙機出封口對到正問題就大了 廚房上有通風位 看到上面有通風位 通風位其實有抽油煙機 例如煮菜 油煙機出封口 如果風向吹回房間 油煙就會吹回房間 何谷葉說可以做到的事不多 治標的方法就唯有煮食時關窗 美國政府可以做到的事 可以做到的事